一向人前风光的李文 没想到背后也有这么不堪的感情世界 早前李文因为暴瘦惹来网友非议 却不曾想这番遭遇与其婚姻有着密切关联 1月6号晚媒体收到消息 李文已经搬离他与外籍富豪老公乐月明的爱潮 俩人目前处于分居状态 李文的闺蜜因为不奋其这番遭遇 所以爆料乐玉明多次出轨 一向备受疼爱的两个妓女则维护爸爸 使得李文孤立无援 从而生病 据了解 李文于2011年正式嫁给乐玉明 当时的婚礼可谓是盛况空前 不但在邵氏影城改间的地方举行结婚派对 更获得诸多知名歌手的捧场 此后的时间里 两人的婚姻也一度被奉为佳话 然而由于事业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再加上没有孩子作为维系 感情就会出现危机 尤其是这两年的感情状态 备受粉丝关心 早在2021年的时候 李文就因为一则动态惹来婚变 当时李文表示 抑制破碎的心灵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的 针对外界的非议 李文随后以一家四口的合照来回击 没想到那次原谅的背后 居然是乐玉民的第一次出轨 媒体称 乐玉民出轨完全不避讳 将李文当成透明 但基于爱情和不舍 李文给了对方第一次机会 但对方并没有改正 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 先后出轨了三次 对象都是年轻外籍女子 面对老公的多次出轨 即便是坚强的李文 也没有扛住 半年前便搬离一俩人的爱潮 李文闺蜜还提到 李文本来很疼爱俩妓女 把对方视如己出 怎料俩妓女知道生父出轨后 竟然还帮生父 刻意疏远李文这个妓母 爱情与亲情都被背弃 李文备受打击 终日寝食难安 身材日渐消瘦 几个月已经报售至不足85斤 甚至憋出病 日前李文分享了一系列照片 回归2022年 照片中 他身上挂着医用引流器 左脚用纱布包裹着 身体状况任人担心不已 他本人却不愿多做解释 最近李文已经取关两个妓女的关注 这一细节也很好地表明了 他与乐玉鸣之间的关系 至于之前分享的受伤画面 据其闺蜜表示 李文这两个月饱受脚伤的困扰 去年年底独自飞往美国看医生 不久后便返港 但未有决定是否做手术 这个过程中 乐玉鸣并没有关心 由此更加断定 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冰点 回忆其两人的甜蜜时刻 让人不由感慨万分 2011年 还正当红的李文 选择嫁给富商乐玉鸣 媒体介绍乐玉鸣 是立丰集团总裁 很多地方将这个头衔沿用至今 但是众所周知 香港立丰集团冯氏家族 已经完成立丰集团的私有化了 立丰是四大豪门 最近一次上富豪榜 已经是十年前 哥哥冯国金30亿美金 弟弟冯国伦29亿美金 没有乐玉鸣什么事 乐玉鸣还有一个头衔 是李泽楷 Cobinality的公司的搭档 但这家公司 在李泽楷的商业版图里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目前对乐玉鸣的介绍 多数是立丰公司总裁 立丰是立丰旗下子公司 乐玉鸣2019年就已经退任了 乐玉鸣网传身家40亿 李文是好命 嫁给了有钱人的贵妇 真的是这样吗 先来起底乐玉鸣 没有上课背景的乐玉鸣 曾是一名职业网球选手 乐玉鸣讲述了自己的网球经历 少年时期就是全美顶尖选手 但父母不同意 他以网球为职业 无奈放弃 大二的暑假 乐玉鸣的父母 被派驻到南太平洋 一个小岛工作 乐玉鸣在美国 参加了一系列巡回赛 后来香港一个俱乐部 向他发出邀请 他就选择到香港任教 意外开启人生新篇章 按这个轨迹推算 乐玉鸣应该没有完成大学教育 不过仅仅是推算 不敢肯定 当初豪志千金办下的婚礼 最终沦为笑谈 网友纷纷替李文打抱不平 有网友安慰李文 你那么美怕什么 美女专心搞事业吧 搞事业的女人最酷 但也有人表示 李文的情史也很丰富 有时候和男性也很亲密 的确李文在嫁给布鲁斯之前 确实有过六段恋情 情史相当丰富 李文的第一段恋情 是与同公司的师哥张瑞哲一起 那年李文签约了香港华星唱片公司 在与张瑞哲拍摄MV 难分难离时 陷入了对方的温柔乡 可惜这段感情 因为张瑞哲出轨而得以告终 李文的第二段绯闻 是小一岁的师弟王力宏 李文称 第一眼见到王力宏就十分投缘 还在节目中直言 王力宏能够给我安全感 虽然俩人未公开 但外界一直觉得 俩人的感情不只是朋友 之后李文又与连胜文 周杰伦 安智杰 霍启刚的人传出绯闻 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最后他选择了如今的丈夫 加拿大籍富商Bruce 没想到还是被辜负 陆宇明与李文相识 在一个酒吧之中 当时的李文心情不好 便与朋友一起来到酒吧喝酒 可能是有了酒精的刺激 李文的心情好了不少 于是他开始跑到酒吧之中跳舞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举动 吸引了乐玉民的注意 乐玉民一直目不展睛地 盯着李文看 李文起初的时候还没在意 但是时间久了 李文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而这个时候 乐玉民主动走了过来 要邀请李文喝一杯 李文见男人这么热情 自然也不好意思拒绝 就这样有了第一次的相识 两人谈了八年的恋爱 这是李文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以前他的男朋友短了几天 长的一年 从来没有谈过那么久的恋爱 意识到乐玉民和其他人不一样后 自杰也许真的喜欢上了他 他想要和乐玉民结婚 于是把人带回了家里 回去之后 李文有点担心 妈妈不同意两人结婚 毕竟他才28岁 如果嫁过去了 就成了两个孩子后妈了 不过妈妈却意外地同意了 妈妈说他关心的一直是别人 从来不为自己着想 乐玉民那么关心李文 两人在一起会幸福的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后 两人结婚了 婚礼很盛大 乐玉民包下了整个少设影城 大摆婚宴 结婚现场摆满了玫瑰花 这些玫瑰花都是从巴黎空运过来的 花瓣上还残留着露水 李文嫁给乐玉民之后 不仅要面对他 还要面对他的孩子 不过他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知道怎么和他前妻的孩子相处 他不当老公前妻女儿的妈妈 只想当他们的朋友 在家里从来不指挥做事 出门时经常和他们穿差不多的衣服 李文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闺蜜 所以他和两个妓女相处得很好 现在看来真是一腔热血喂了狗 不仅如此 李文还热衷于给乐玉民制造惊喜 一次乐玉民生日 李文花费了500万美金和将近一年的时间来筹备 大有一种把乐玉民的生日派对当做一个项目来做的势头 同时还在乐玉民和他聊天时 说起的网球教练 谈心时说起的青梅竹马 李文都一一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然后去找他们 邀请他们来参加乐玉民的生日派对 所以乐玉民生日派对那天 乐玉民的家人亲戚朋友兄弟 包括前女友们都来参加了 给了乐玉民一个难忘的生日派对 这一场婚姻看起来是双向奔赴 互相治愈 但美好的婚姻却有着一丝美中不足 李文和乐玉民结婚11年 无论两个人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 大概每个女人都渴望自己 能够成为一个母亲 李文也不例外 但就算她付出了再多的时间和精力 都难以实现 李文就崩溃分享过 自己做试管婴儿时的感受 那个针又长又粗 打了两周星期还没有效果 所以我还要再打一周星期试试看 当时的李文已经40多岁了 早已经过了女人的最佳生育年龄 明知道希望渺茫 但她还是坚持努力了一次又一次 为了要孩子 李文在公开场合就说过 自己和丈夫都很努力 但就是没有效果 为了备孕 李文坚持健身运动 也愿意放下曾经放不下的工作 但天公不作美 怀孩子这件事也是要看缘分的 如果她能够成为一个妈妈 相信一定会是一位很温柔的妈妈吧 曾经李文谈过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 因为家里没有父亲 所以李文从小就很要强独立 不喜欢麻烦别人 也不习惯依靠他人 又渴望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李文不止一次否认婚变 更像是一块遮羞布 遮住看似风光 家中却一地鸡毛的景象 这次她的闺蜜却直接向媒体提供消息 应该也是李文受益 给这段长达11年的婚姻画上句号 2011年36岁的李文 嫁给了52岁的富豪乐玉明 在香港举办一连两日的世纪婚礼 花费高达1.5亿 由于结婚前没有签署婚前协议 如果两人真的离婚 那李文也未必是输家 早前据媒体报道 李文和乐玉明单是在香港 便共同拥有11处豪宅 以及一些工厂等固定资产 粗略估计大概有4.5亿元 而乐玉明作为知名公司总裁 其身价保守估计也要在40亿上下 如果一旦两人离婚 两人或将评分数十亿家产 至于李文早在1999年便已经是富婆 在美国顶级富豪居住区 比弗利山庄购入别墅 在很多媒体眼中 只是当李文是加入豪门的阔态 这未免太过片面 或许正是因为李文同样富有 当初结婚时 乐玉明才未签署婚前协议吧 希望李文这次能够快刀斩乱麻 男人出轨只有多次并没有改正